中式偶像剧女王不下班 企业见面会正式开始 帮各位介绍我们今天偶像剧 礼拜天晚上的十点 主要演员跟大家见面 首先呢我们欢迎第一位 我们男主角张栋梁 哈喽大家好 我往那边走 再来是我们女主角李康怡 还有我们的王心如 陈乃荣 陆嘉欣 赖玲恩 还有我们的George张教士 OK那节目一开始呢 我想说跟大家介绍一下 从我们最 我的左手边开始 动良跟大家介绍一下 自己在剧中饰演的角色 还跟大家可以问候一下这样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动良 那这次在女王不下班 我饰演的角色叫任少婷 大家有看吗 有 他就是一个很 就是一个很 你知道 很 很自以为是 但是他其实还蛮有料的 就是他真的是很 很了不起的一个设计师这样 所以蛮有趣的一个人 在戏里面跟心如 有一些感情的纠葛 会越来越精彩这样 然后跟 跟 洛天是在戏外面 有一些很趣妙的纠葛 大家看不到 但是幕后花去可能偶尔你可以瞄到一点这样 所以希望大家多支持女王不下班 那听到你以上的结论是不是一个又难搞又花心的人呢 他没有花心 哦开玩笑 开玩笑 我好笑 深情深情 我好高 男生 男生没来耳朵开始痒了 OK 再来欢迎我们的康怡 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李康怡 这一次很高兴就是在里面我是饰演洛天的角色 就是他是一个检察官 就是剧情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严肃 然后很轻 然后也是四姐妹里面的大姐 那我的角色主要是跟修姐凯有很多的对手戏 OK 谢谢 那再来欢迎我们的心如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心如 那我这次在里面饰演的是张若薇 那如果有看的人就会知道 她是一个极度有自信的女生 然后她都觉得就是没有她办不到的事 就是只有她要不要做 然后她觉得她是这世界上的唯一 所以在戏里这一次就是跟董聊有很多 之后发展会非常激烈的一些感情戏 激烈是指床戏啊 不是 剧情上面的激烈对不对 对 不是刚刚有那个吗 什么看报纸有息凶啊 人工呼吸都来了 那个就是上一集播出了 对对对对 对还没有看呢 赶快去那边看重播看重播 开始了 因为我们总得要赶上修跟康尼的进度 他们比较快 真的 对我们是比较 因为我们两个是比较属于大家都很强悍 对 就他也不让我我也不让他 纯情派啦 他跟修是属于激情派 没有他跟修那块 至少修是非常主动的 所以他很快就软下来 所以现在是他们的进度比较快 可以我们后来 我们会后来居上这样 所以今天修建凯没来的原因就是这样 对对对 修于见仁 OK那换我们乃龙 大家好我是陈乃龙 然后我在戏里面演的是Josh 那Josh他是一个花店老板 然后他跟四姐妹都是好朋友 然后呢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在这戏里面呢 是一个很幸运的找到真爱的一个男生 但是在找到真爱的过程当中 他也不停的在矛盾挣扎跟摸索 那他的这个真爱的对象呢 就是我旁边这位小鹿演的若依 然后他们将来会有一段非常不激烈 但是很温和的感情的发展 而且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听个耳熟呢 像这首主题曲就是他唱的 对 要不然给我们来哼个两句呢 我二十四小时都为你疯狂 疯狂 你确定是这首吗 顺便写新歌 OK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当这首歌呢 大家已经听到很腻的阶段呢 就代表我们这部戏已经大红特红了 OK 那再换我们的嘉欣 大家好我是陆嘉欣 然后我在这部戏里面饰演的是 四姐妹当中的三妹张若依 然后她的职业是一个 小小三人公安公司的小经理 然后她就一直觉得说 她没有大姐的能干 也没有二姐的美丽 但是她就是很认分 很安分守己的 守着自己一个小小的工作 然后守护自己的家庭 那在戏中除了姐妹的戏之外 我暗恋就是 我跟任少的关系就是 我暗恋单恋她 然后Josh就是默默守护我的花店老板 谢谢 OK 听起来很温馨 对啊 我的戏分都是比较温和的 就是很像那种圣女贞德的感觉 接下来你左手边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对 所有剧中男人都会栽倒她的石榴裙下 那我们欢迎我们性感女神 赖凌恩 哈喽大家好我是凌恩 那我在戏里面呢演就是时常都在在任少旁边的猪儿 其实我比较常跟栋梁还有心如对到戏 嗯是其实是想要吸引栋梁的注意 但是我不太喜欢心如 所以呢就常常一天都弄她 对 弄她 弄我什么啊 哈哈哈 灵恩要讲清楚 弄这个字不要在公开场合 拙弄她 拙弄她 对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每次在一起都是 都是吵架啊 对都是演成那边就是凶来凶去 然后就很讨厌对方 而且演的演技很好 演到假戏真做 大家修有两个好像不可爱什么的 哪有并没有 搞得跟真的一样 那再来请我们的 就举帮我们讲一下 哈喽那个 前面小户的朋友们大家好 好 对 这个是应该吃完午饭 有点这个两点的迷流的状态啦 还没有吃午饭对不对 跟我们一样我们也都没有吃 大家好我是George 我在女王不下班里面演的是 修杰凯 他饰演的童家梁警官 在警察局里面非常好的一个搭档 叫做饅头 那我的个性比较 就是憨直一点 就是他叫我做什么 我就会做什么 然后很崇拜 我这个学长童家梁这样 那这也是我第三次 连的第三档的偶像剧 跟钟心凌小姐 很有幸的 在戏里面呢 就是都有演出 钟心凌 然后也更幸运的是 终于可以不用跟他演一队 不然相当心酸 你是被他缠组 在这件事里面 我在这件事里面就是有太太 然后有孩子 所以我非常开心 松了一口气了 对 那那个钟心凌是在那个若微的公司 杂志社任职的 那你知道通常 像这样子漂亮的时尚美女身边一定会有一个胖美女 那昨天就是属于胖美女 才能趁多出她的更美 对 还有今天没有来 对那今天也非常开心又站到这个建筑物里面 因为我跟这个建筑物真的是关系肥浅 我以前在楼上的电台服务了很久 921的这个大地震的当天我也在楼上服务 那那天呢就是那个还有备用店可以坐电梯下去 第二天我是记得是爬楼梯到17楼那个做电台的 我要提早半小时到 真的是从一楼爬到17楼 所以呢 今天在这边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 而且教授你们有一位那个 非常有知名度的这个副总监 叫做韩智杰先生对不对 哇 都没有人认识老板了 糗了 糗了 完了 有人害她的公司人员这么差 我现在再也不要跟他出去了 好好好 OK 那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谢谢 OK 那现在他们呢其实刚刚就已经磨刀霍霍了 因为现在开放现场我们Yahoo的员工 提问题的时间 哦 对 那我们准备10样的精美赠品 那包括我们24K的BB霜 还有我们演员签名的精美海报 哇 那相信在你们在座的犀利的智慧下 应该有令人家期待的问题 OK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开放现场观众提问 那有没有 想要当第一棒 谁想要问什么不仁智的八卦吗 有没有 譬如说 哎 有人 有 请说 你拿麦克风 哇 哇 相当专业 很尝试 那 George拿麦克风我就先问George 好 George在剧中是没有女朋友的吗 有啦 有啦 我有老婆 有老婆 但是没有女朋友 但是我们比较好奇的是 嗯 之前在水果日报有被拍到 跟这个 超赛 白皙的正妹的这个 人字拖链啊 我们对这个 进去 白皮妞 好 麻烦你就是回答一下 哇 这个 这个就麻烦你 就回答一下 这是周刊的记者 呃 乔章成雅虎员工 我是雅虎员工 是雅虎员工 没关系 I'm good 其实我们就是那个 因为大家好奇嘛 所以都会 这个比较注意 就是艺人身边的 出现的男生或女生 那么 其实我还好啊 就是大家认识 然后交朋友 正常交朋友的管道 这样子 所以吃饭啊 看电影啊 就是很聊的来 那 不排除可以 不排除可以交往 这样子 那 这应该是可以回答到 你想要听的部分吗 我想要深入一点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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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为目前为止 我也都还没有深入 所以 你可不可以等我 深入以后 我再另外写一份报告 然后再 在恋爱公寓 PO给你看 可不可以 可以哦 记得我独家给雅虎 Jorge Jorge哥 你不要把第一题 就把尺度搞这么宽 好不好 可以哦 这话要怎么接下去 他先问了 他说你要是要深入一点 那我才跟他讲说 我们目前交朋友 还是以正常朋友的关系嘛 所以还没有深入 哦 原来 对 对 对 祝你 祝你成功 谢谢 谢谢 有你的祝福 谢谢 谢谢 我就不用再去恋爱公寓了 对啊 而且他还不忘了说 给雅虎独家 开玩笑 相当犀利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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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他们有接下来的问题 第一题问题已经搞得 搞得那种气氛很诡异 不会啊 气氛这样就又闹起来啦 对 对 对啊 好 那接下来要问什么 快点 绯闻八卦 快点 在系里面的 快点 哪位同学 哪位同学 好 谢谢 我们今天呢 我们火龙大师 拜拜 还没有啊 你急着去哪里啦 所以大家怎么这么害羞 大家怎么这么害羞 怎么样 康姨一直在跺脚啦 要不要快快快 我要去遛狗啦 对啊 我家的狗已经在 还有问题吗 继续问一下 好 那 再问一下那个 呃 我们的修杰卡 为什么今天没有出 因为我们很多女同事粉丝 就是很渴望 跟他就是 见一面 然后来个爱的抱抱 可是都没有机会 哦 修杰卡今天没有来的原因 可能要问 他应该是在 健检啦 哦 他去健康检查 是 是那个吗 万华那个 插病防治中心 哦 没有啦 修杰卡 他如果是健检的话 应该是 你知道男人的那个 社护线哦 不是啦 他在急射 他应该是健康的 对 健康检查 安排健康检查 他有事 他今天没有办法来 这样 所以 所以 我就派了他的部下 馒头来这边 跟各位见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 关于这问题 我们可以请他 剧中的原配 李康怡帮大家回答 原配 对啊 他跟 修杰卡有很多那个 很 对啊 互动 他都有跟我讲说 他什么 感情很好 什么 戏里戏外 都是一样 之类的 他应该有 有 私事吧 昨天我问过他了 哦 真的哦 我们必须问过他 为什么今天不用来 对啊 他应该 今天不知道是不是有 诶 他是健康 还是有别的工作 可能 对啊 他说早就安排好 哦 还是我们现在打给他 见场 看他是不是真的在健康 好不好 哎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找医生了 我帮你介绍修杰卡 那一家还不错 来 请说 你要什么 我可以打给修杰卡吗 你有他电话 下流 没有我开玩笑 我想要问那个 轻松一点的问题 好 那个 那谁最常NG 尴尬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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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蛤 是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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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你吧 可是没有你的时候我都ok耶 都超ok的 我也是啊 好啦那是我们 很好 也没有一直唱NG啦 也没有一直啦 只是 只是他会笑 他笑我就笑 然后我笑他就笑 可是我是那种会憋的 前天那一场他是不是很夸张 他整个 我们有一场就是大概有这么多人啊 就大家绕成一圈这样嘛 要讲东西 然后镜头在那里嘛 然后康宜就是这样的 他说我拉贝真开心 然后 五四三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笑得好笑喔 我是笑场王啦 就是我很容易就是 在拍戏的时候 一个再跟人家演戏 然后就会马上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分心 就想说 对方的表情怎么样 或者是 但是我很容易受到外面的事情干扰 对啊 然后一笑就停不下来 我也 我也比较难控制笑场这一块 所以 可是还好啦 没有影响进度 还是如期的 这样回答满意吗 因为导演的拍摄的 的速度很快 对 所以他们算每个都很专业演员 都能够在很短时间内 把作品给做好交出来 嗯 OK